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么便宜的它还是人参吗 那到底人参该怎么挑选呢 人参素有百草之王的美誉 是中华医药的瑰宝 是驰名中外老幼皆知的名贵药材 但是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人参 竟然发现一元一根 如此低廉的价格 让人很难同人参高端滋补的地位相联系 一元一根的价格直逼萝卜价 这靠谱吗 编导网上下单还真给寄来了 没想到一元一根还真让我给买来了 那这个身到底好不好 我是不是有没有双张图片 一元一根的人身 还真把编导给雷住了 这一元一根的人身 是热销还是致次价低呢 编导按照发货地址 到吉林溯源 贵为百草之王的人身 凭啥卖出萝卜价 是促销打折吸音眼球 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呢 编导来到吉林省 辅松县万良镇的人身市场 一元一根的人身 就是从这里寄出的 多少钱一根啊这是 这样的 基本上万八的 这个拿着就是一百块 编导发现 这里的人身价格 贵得成千上万元一根 便宜的一根也要几十元 上百元 一元一根的人身 压根捡不到 难道出售一元一根人身的商家 是冒用这里的地址吗 原身没有 原身没有 那边有啊 这边全零下身 虽然编导搞不清楚 原身和零下身到底啥区别 但商户的意思 便宜的人身应该属于原身 在里面的交易大厅出售 原身交易大厅可比外边的大多了 编导费了半天的劲儿 才找到一元一根的人身 这合着一块一根啊 你这一块一根可有点贵 你买一块一块 你买一块钱一根 我买的是它是五一斤 三十五一斤 一斤这有一百根 一百根啊 换三毛的钱呗 感情 这卖人身的 拿编导当二刀贩子了 挤脚签一根批发给编导 让编导转手卖一元一根 连利润空间都提前给编导算好了 万良镇人身市场是以批发为主 编导网购的人身 批发价也就一根几脚钱 在这个人身市场 便宜的人身可以几元钱 而贵的人身则成千上万一根 面对天上地上价格参差不齐的人身 编导着实是云里雾里 傻傻看不明白 市场里一位资深经营者 总算帮编导捋清楚了 这个是我们长白山野山参 这样就是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这种是属于防野生种植的 就是一千多 几十亿斤的那就是普通的原生 这一下编导搞清楚了 这个市场里最贵的一类 是长白山野山参 相对便宜些的是临下参 也叫防野山参 最便宜的是原参 而在原参中价格高低 往往跟生长年限密切相关 一元一根的人身 基本是种植三年以下的 品质不高 大小不一 品质比较好 销量比较高的原参 通常要种植五年以上 价格在六七元到十几元一根不等 如此亲民的价格 编导忍不住想多买一些带回家 可一打听便到发现 仙人参买回家有点不现实 冷藏保存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 你要买个几十根深 买个一百根深 你保存一个月这个有点短啊 今天你要保存深长吧 你再买干品 加工的干品 人参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 很容易发霉 重铸 受潮而影响疗效 即使零到五摄氏度冷藏保存 也只能保存一个月左右 之所以我们很难见到仙人参 就是因为不好保存 编导素颜发现 市场上零售的人参 大多是加工品 白参和红参 还有一种真空包装的即时人参 我们用的是你看 灭菌和真空包装 这样的话人参的新鲜程度就更好 这也能保存多少时间 目前来讲 我们可以保证它在半年 也就是六个月 不是说仙人参不能保存吗 这咋抽个真空 就能保存半年了呢 再加上又是白参又是红参的 到底哪种好 消费者该如何选呢 编导来到加工地继续溯源 人参色本白 凭啥会变红 仙参难保鲜 即时参保鲜有啥秘诀 长白山区是人参的主要产区 长白山脚下的白山 是全国重要的人参种植 加工销售集散地 编导来到临江市溯源 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编导 人参加工后的颜色 营养以及保质期 都跟这么一个冒着热趣的装置有关 我把那个仙人参给它加工成熟身 把它蒸熟变成红身 这个装置叫蒸炉 把白白的仙人参放进去蒸熟 就能变红吗 但是编导却意外发现 蒸熟后的人参颜色并没有明显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还差一道工序呢 能让白山变红的工序 要在这个房间里完成 房间里黑曲曲的 难道只要把白山放进这个屋里 就能神奇地变红吗 这间屋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天哪 这里边怎么这么热呀 这多少度 这是现在是得有四十五度吧 原来房间里的高温 来自于屋外的锅炉 难道白山变红 烤的就是房间里的高温吗 刚蒸熟以后 它是就是试的 然后烘干以后就存干了 烘到存干的程度以后 它就慢慢地变成这个 涨色就是干红身 仙人参蒸熟后 烘干48小时就会变成红身 但是根据编导的观察 烘房里还有一种身 放进去都三天了 为什么 还迟迟没有变红呢 把它煮熟了 再烘干 叫红身 先生把它直接烘干了 就叫白身 感情 红身和白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浸没浸这个蒸炉了 浸没浸蒸炉 不仅改变着人身的颜色 同时让人身的功效 也相差甚远 蒸熟的红身热量高 性温 适合气弱阳虚者 没经过蒸煮的白身 热量低 性凉 常用于气阴不足者 经过加工的红身 组织细米坚固 耐储藏和保存十年不编制 而白身的保存时间 一到两年 真空包装的即时人参 又是如何延长保质期的呢 跟这个蒸炉有关系吗 编导发现 人身装袋前 工人往人身上 刷这种透明的粘稠的液体 难道这就是保鲜的奥秘所在吗 长白山的断树蜜 为什么要发生蜂蜜啊 发生蜂蜜之后啊 一个是人身呢 本来它有苦味 它去一个苦腥味 这个蜜呢 也是长白山的一个 度有的这么一个保健的食品 所以人身和蜜 像配午呢 这个作用会更好 装袋抽真空后 即时掀人参 竟然也被送进了蒸炉 要在这里头蒸一蒸 那还能叫仙人参吗 30分钟蒸煮一下 这样就打造成灭活这个作用 基本上保持鲜身的原样 半个小时的蒸煮 不会让仙人参变成熟身 但却可以把仙人参的保质期 从一个月延长到六个月 现在看起来 无论是白参红参 还是即时参 它们的营养 颜色 保鲜期 还真和这个蒸炉密切相关 用五年生原参加工的人参 平均每根十元左右 相比野山参 人工种植的原参价格 确实亲民 还真就是个萝卜价 编导不禁在心里 打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平价人参 到底有没有滋补的作用呢 如果同样有滋补作用的话 凭啥野山参就那么贵呢 高高在上的野山参 和降下参段的原参 它们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 编导继续到产地溯源 进入冬季 人参踪迹全无 如何才能找到它 凭啥原参白白胖胖 而林下参却瘦小肝巴 编导来到长白山区溯源 长白山区之所以能成为 我国野山参的重要产区 跟这里原始森林覆盖率高不无关系 入冬后的长白山区 早已过了采挖野山参的最佳时机 能否找到野山参还是个未知数 当地人告诉编导 想要找到野山参 必须得得到一个人的帮助 咱们上山走的时候 走这种灌木床 一定要相互注意 两个人的间隔应该是一米到一米半 前人在上面的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把他输出的杖势 千万不要用手这么拿着 因为这么拿着之后 咱们前人一走过去 上面人一走过去后面一打 就把下面人脸就划到了 不要往这小道上走 我们要找的人叫郑永春 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副教授 研究野山参已经二十多年 今天他正好带学生进山课外实践 编导算是搭上了顺风车 郑教授能带编导找到野山参吗 这也太陡了吧 怎么来这种地方的太深呢 野山参基本上都没了 我们只有到这没有路走的 人很少来的地方寻找野生人参 咱们走到这 咱们回头看一下 爬上这个山坡之后 下面这个林子里的类型 是增祸混胶林 是野山参生长的 较为适合的 有算是最佳的一个环境 郑教授判断 这片林子里 应该会有野山参 但想要找到它 却非常困难 这个季节难找是因为 人参的整个地上 这个镜和叶都已经干枯了 个别的可能遮阴度大一点的 它可能还有一个利杆 有个小叶片 咱们慢慢往前找 好嘞 传说千年人参是一个 穿红肚兜的胖小孩 但是要想抓住它 必须用一根红绳 缝到它的肚兜上 这样做千年人参才不会跑掉 也许我们只有找到野山参 才能解开红绳之谜 在一片枯叶中 去寻找人参还没有倒掉的地上经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郑永春安排学生一起寻找野山参的踪迹 却始终没有线索 就在编导打算无功而返的时候 郑永春有了意外的发现 亏的是有着二十多年 挖身经验的郑永春帮忙 才找得到野山参的地上经 但能否挖出野山参 依然是个谜 上山时并没有看见有人 带铁锹稿头这一类 编导想象中的彩挖工具 那用什么挖身呢 郑教授的彩身工具 竟然放在一个小布袋里 都非常地绣针 剪刀 竹签 传说中的红绳 也出现在工具中 刚才我没注意 这不像是挖身的工具 这个记者同前的红线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如果说红线拴住人参娃娃 怕它跑掉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怎么会出现在郑教授的工具中呢 我们用这个红线 把这个人参固定住 那这净杆会跑还是怎么着 净杆不是净杆会跑 因为野生人参在生长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路头非常细 在采划过程当中 净杆叫粗 容易造成这个净杆一捣符 使人参的路头脱断 编导实在看不出 郑永春该从何下手 清盘 把上面的枯枝 树叶 杂草 还有一些小灌符的树根 以及特别小一些灌符去除 单凭剪刀竹筹 得挖到什么时候呢 直接找个铁锹开挖就是了 至于那么精细吗 下铁锹呢 人参徐的大部分掌约图上表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你刚来挖的时候 你判断不好 人参徐的在什么方向 你下铁锹 没法经常操作 郑永春的工具非常细致 就连剪刀都要分大小 大修枝 用来剪断粗大的树根和灌木 小修枝 用来剪断细根 大的竹签用来挖 小的竹签用来剥 每一样工具都必须各思其直 挖身不仅是个精细活 也是一持久站 一般情况下都在 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吧 挖了快一个小时了 编导愣是连人参的虚都没见到 如果连身虚都见不到 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判断出现了误差 一个细微的发现 让漫长的彩身有了一丝曙光 能挖到身虚 说明下面确实有身 但刚看到一点希望 彩身就又陷入了僵局 我们挖身最厌烦就知道这种 就属于跟人参 这个虚的长度比较相似的这些静杆 就地下的虚根 这些虚的和身虚的参加到一起 容易造成身虚的断 感情是剪不断理还乱 彩身到了关键时刻 如果不能将其他植物的根虚和身虚理清 就有可能毁掉这颗身 这个野山虚在彩划过程当中 是一点身虚都不能碰断的 要不达不到它那种艺术美 野山虚讲的是全虚全尾 挖断了身虚 野山虚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随着彩划的继续 人身越来越多的部分录出来 郑教授已经认定 这就是典型的长白山野山身 正当编导想一睹他真容的时候 他却停下了彩身的工作 这身就不要挖了 野山人现在回家不让彩挖 再一个咱们保留一下资源 看看这个身形 或者我们彩到种的时候 那这个它大概这是多少年的 能看出来不能 这个身大约有四七八年了 长到一百年 效果就更好 难怪郑永春彩身时如此小心翼翼 感情是想让身继续生长 长白山野山身已经非常稀有 势必要保护起来 没能见到野山身的全貌 编导有些小小的遗憾 但是这时候却有人说 野山身其实并不稀罕 但是我那个山啊 那个面积大 人身的这个密度也好 一般应该说 这几十万克吧 啊 举目就能看得到 哇 野山身随处可见这话 还真把编刀给雷住了 柳忠润要带我们到几十里外 他承包的山地寻找野山身 既然是野山身 进入冬季 地上经同样也枯萎了 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吗 编导严重欢迎柳忠润所说的 这里到处都是野山身 到底是不是野山身 挖出来一看便知 显然这一次挖身 也格外地顺利 竟然不到两个小时 编导就看到了他的真面目 你看中间像人的身体 下面像人的脑袋和脖子 这两个分子像什么呢 像人的腿 这个就是咱们东北典型的 横领体野生人身的形状 既然是野生人身 那就赶紧埋上吧 可郑教授却坚持把它挖出来 等等 野山身不是不让挖吗 现在却非要把它挖出来 这是什么操作呢 它应该是大部分为临下身 临下身生长20年的时候 它所积累的营养成分 外形都近似于野山身 在用用上就可以称作为野山身 感情 这片林地种的是临下身 临下身不再禁止采挖的范围 但是据统计 一颗野山身种子从种下到长出 大约5%的成功率 是小概率事件 假定1万颗种子入土 大概只有500颗种子成活 无论是野山身还是林下身 它们的高价值来源于 大自然经年累月的洗礼 那圆身又是从何而来 评价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看看我的身 不就是普通的田地吗 这里边能种身吗 这不都是人身吗 下面长的 贵为百草之王的人身 竟然是种在农田里吗 我们刚见识过人身是怎么采的 可圆身竟然是这样刨的 直接上钉爬咯 还真有 这三年身长得还不错呢 这虚子负的 真挺好 你看 这三年身长得泡血了 三年身长得 踩原身这么过瘾 编导也想一试伸手 没想到一出手就闯祸了 这不是我刨坏的吧 这个刨坏的 从底层上动 深挖慢起 对不对 对 看来 挖原身不是件简单的事 怎么选原身 道的也很多 看它这行 这个原身这个条都非常好 一般的都是在 叫五指 你看 四指到五指这个长条 这身条要好 好原身也得是全虚全伪的 身条光滑无疤痕 编导又心生疑问 如果有人用低价的原身 充当临下身 我们该怎么辨别呢 你看咱们这个临下身 虚的非常的少 你看这个身虚的非常多 说身虚的一多了之后 吸收养分的能力就增强了 这么说起来 临下身和原身很好区分 白白胖胖 身虚多而长的是原身 甘巴瘦小 身虚短而少的是临下身 种植原身可以人为控光 控水 控肥 长得快 个头大 还能不断扩大种植面积 所以产量高 价格自然也便宜了 白山人种植原身 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已经形成了 人参种植 加工 销售的大气候 不过编导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这么便宜的原身 到底有没有人参的 滋补效果呢 几块钱一根 还几次块钱一根人参 都有滋补作用 它同样含有人参照干 既然评价人参价格低廉 并且同样有滋补的作用 那有必要再去买昂贵的野山参吗 原身的人参照干含量 和野山参照干含量 没有明显性的差异 但是在用用上 自用的效果上 存在很大的差异 虽说评价人参和野山参 在药用价值上 有不小的差距 但作为药食同源的 新资源食品 它滋补养生 调理身体的功效 是毋庸置疑的 原身低价 却并不低微 再便宜 它也叫人参 从北京到吉林 再从釜松到临江 我们的溯源之旅 形成近两千公里 一路探寻人参背后的 价格之名 溯源中我们发现 在高山之巅 密林深处 几十年数百年 乃至上千年时光的沉淀 成就人参 百草之王的荣耀 几年劳作换来一块土地 仅有一次的收获 萝卜架的原参 同样无愧滋补加品 无论是白深红深 还是吉时深 靠加工换取保鲜漆 让平价人参 慢慢吃 变成一种可能 低价格不等于低价值 平价人参背后 依然有深浓辛苦付出 与执着坚守 长白山的人参产业 正在摆脱原料型 粗加工产品比重过大 精深加工产品 比重过小的局面 推进产业与产品升级 改变种种植 轻加工的观念 从价格竞争 向技术创新转变 通过精加工细分市场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 人参也从高档礼品 向日常保健食品来拓展 褪取奢华的光环 走上我们 寻常百姓的餐桌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踪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